大家好,欢迎来到鲨鱼工作室的公共视频,分析今天的股票市场走势,预判明天的股票市场走势。 今天是3月13日,星期一,也是新交易周的第一期公共视频。 今天三大指数均以阳线收盘,到琼斯综合指数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大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超过1个百分点,标准普尔综合指数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 今天的股指的走势,出现触底反弹的震荡向上的总体走势,先是早盘的低开,随后多头,开始抵抗,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上涨震荡的格局。 截止收盘纳斯达克综合股指依然是阳线。 这是不是预示着短期空投格局已经结束呢? 上周的市场走势,虽然受到了诸多场外的经济数据的影响,包括个别银行的暴雷事件。 但是此般如此的连续沙跌,对于投资者起到了致命性的伤害。 尤其是上周四五的恐慌沙跌走势,再度把市场的预期搞乱。 给已经起稳的市场结构,再度添加下跌的结构预期。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周的公共视频。 视频我们中讲到了,股指站在移动技术指标线的下方。 短期股指偏向于空投格局。 并且我们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支撑位置,也就是图中的绿色相体下跪的位置。 周四的股指攻击到这个位置之后出现了奇稳的走势震荡。 结合当时的动量指标,我们给出周五的股指有继续保持下跌的走势预期。 并且周五的股指从早盘开盘,就开始围绕这个前期的重要支撑位置,展开了震荡。 但好景不长最后三大股指,还是因为外界的悲观事件,均以杀跌的阴险收盘。 股指站在了技术指标线的下方,并且也击破了底部支撑的位置。 这种双支撑位置的失守,短期是不利于多头的。 周五,我们表达现阶段市场一种超跌波动性的机会,在会员视频中。 今天市场还是走出了一波不错的拉升震荡。 并且多头也是借助于底部动量的力量,展开了一波早盘的拉升。 从早盘的分尸K线上,可以看见早盘的拉升还是收出里根65分钟级别的大阳K线。 这根K线无疑也是回补掉了开盘的一个跳空缺口位置。 把早盘的偏空格局瞬间扭转。 多头之后,越战越勇借助于移动技术指标线的支撑,出现了连续的拉升65分钟级别的K线。 今天的走势延续多头的反弹走势,并且伴随一种短期超跌反弹的运行特点。 盘中再度站在了前期的重要支撑位置绿色相体的下轨位置。 短期给连续杀跌的股指一定的安慰。 安迪认为,短期绿色相体的底部具有对于股指支撑的作用。 股指已经通过上周的下跌出现了破位的走势, 无疑今天的拉升对于多头人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上周三天左右的时间,杀跌消化了市场的空头动量。 对于之后的多头行情是必经之路。 但是上周空头开始发力,直指走出了单边的跳水沙跌,击破前期重要的支撑位置。 短期的阴影依然存在,市场会再度陷入多空分明的博弈阶段。 多空争夺考验前期的绿色相体底部支撑的位置。 这是有原因的,包括明天敏感的经济数据或许多成为短期市场盘面变化的主要主导因素。 股指面临诸多困境,也有望随着时间慢慢波云渐日。 鲨鱼工作室属于小众的投资急剧地,我们不会夸夸其谈吸引流量,只从策略出发实现投资目标。 欢迎每位有缘的朋友参与,公共视频是免费分享每天走势的分析,请看客们把赞按起来。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首先回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小时K线图上,看看今天市场的运行特点。 如图所示,从早盘的开盘情况看,纳斯达克综合股指是一个小幅的低开之后就展开拉升的走势。 盘中股指回补掉了盘中缺口之后峰回路转,多头连续拿下两个重要的支撑指标,直到再度站在前期支撑位置之上。 多头今天上工的主因还是因为现阶段震荡结构的特点加上外界因素的影响。 盘中信息面还是偏向于多头的氛围。 我们之前说过如果市场开始下跌会再度击破前期的绿色相体的下跪,让股指再度陷入喋喋不休的结构之中。 这样的形态一旦产生,多头两个月营造的阵地将瞬间崩塌,市场会再度陷入单边下跌的中期预期之中。 今天的运行利于多头博弈交易者,对于短期的多头动量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这个动量的变化是我们上周反复表达过的,并且短时间对于市场的博弈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短期的移动技术指标线也称为多头展开小结构拉伸骨指向上运行的有效支撑。 多头可以快速拉伸,再度把重要支撑位置失而复得。 这个指标线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多头依然短期无法走出银行个股暴雷的阴霾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股指还是围绕超跌反弹的形态结构为核心, 如能再度形成上涨的结构还取时间和消息面的配合。 不是一出而成的事情。 周五,我们也强调过现在的底部动量指标如果可以出现金叉的信号, 是偏向于多头上弓的。 上周底部动量依然还是处在不超买也不超卖的区间, 这样的结构造成了多空都有力量展开突袭。 今天的多头就是突袭成功了。 也是这个指标在相对底部的位置再度出现了转头向上的走势信号。 那么今天截止到收盘动量数值,可以说已经处在50数值的位置, 基本还是属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这样的底部动量还是可以继续维持股指震荡的。 上周股指强势单边杀跌的走势, 直接把底部动量指标数值打到了40的下方。 出现了底部动量数值继续回落的走势。 今天底部动量出现金叉的反转信号, 可以说多空开始频繁轮替出场。 这对于现阶段脆弱的投资心态是一种考验。 我们先抛开外部因素的影响, 看看技术面发生了什么。 1.移动技术指标线短期支撑骨指的上升, 骨指截止收盘还是收在了这条线的上方, 短期骨指偏向于多头格局。 今天的多头格局依然是震荡走强的格局。 2.早盘骨指向上拉伸, 收复了绿色箱体的下跪支撑位置。 这个位置在前期骨指下跌的过程中, 给多头的反攻曾经创造过不错的机会。 今天再度失而复得截止收盘骨指依然是站在这个支撑位置之上。 短期有利于多头的持续性的发力预期。 短期市场的消息面还会继续影响到骨指的走势, 多空的分歧加大。 多空攻守转换频率惊人。 骨指今天收盘也是受到了上方阻力位置的压力作用。 短期绿色箱体的顶部压力位置还是存在。 短期会形成多头上涨的阻力。 3.底部动量的指标处在横盘震荡的结构之中, 已经来到了50数值的位置。 这也是从上周的加速下跌以来第一次从底部开始上涨。 并且今天底部出现了一个金叉的信号。 但是短期的博弈色彩偏浓, 50的位置也是多空都能展开争夺的位置区间。 底部动量已经完全沦为资本博弈的风向标。 多空量能都只在短期博弈之中, 但是底部动量有望继续站在多头方向向上攻击。 综上几点技术观察。 我们对于明天的股票市场走势的判断结论是, 股指将出现上涨, 攻击上方阻力位置。 撲下 10 吼, 诶, 僕 这 刀 ,